大家好,我是韋拉 这一期的视频呢跟吃没有关系 今天呢我是想要来记录并且分享一下我上个月 报名参加了一个这种运动打卡 叫做30 days yoga challenge 30天连续打卡做高温瑜伽 我想要先声明一点的就是我做这一个challenge 并不是说我要去减重 或者就是我要在我的身材方面做一个很 extreme的一个这种body transformation 我更多的目的是想要去培养自己对运动的一种坚持 然后以这一次的结果作为一个参考值 那以后如果我真的再去做这种challenge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我自己要比这次更努力多少 这样我做瑜伽的这个瑜伽管 他们只做高温瑜伽 他们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宣传语就是bet you sweat 就是去上他们的课你一定一定一定会出很多很多汗 基本上每次去上完课回家整个都是soaking wet 衣服去全湿的那种 那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上个月的瑜伽挑战吧 今天是30 day challenge的第一天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现在就宇家的这个停车场 然后我等一下在车里坐大概15分钟 我就要上楼准备上课 说一下我现在的心情吧 我其实今天过得并没有特别的开心 因为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加上自己生活上的事情还挺frustrated 我现在剪我之前的片子的时候 所有的file都没有了 然后我要重新全部开始 然后星期一昨天我又发现我丢了我的AirPods 总的来说就是这整个week都开始了没有那么的顺利 我有很大部分的情绪现在都被这件事情影响 但是就我要马上开始这个challenge来讲 我还是蛮激动的 OK那我就先讲这么多吧 然后到时候我就是明天再check in 拜拜 所以much better 然后现在我就准备去上课了 等一下到了街 好多 OK See you there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大概还有再坐个三四分钟就可以上去了 今天是第二天 但是我已经连续来了第三天了 所以感觉像是第三天 but actually it's only the second day I'm trying to slow down a little bit I used to choose those classes that are more challenging and more difficult but this time I'm just like you know choosing a lot more easier class so that I can keep doing it everyday so yeah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突然讲起英文来 but hey 又是我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今天我准备做两节课 明天我可能一天都在外面没有时间会过来 所以 yeah 今天就是连续上两节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 9点10分左右 然后我现在准备来上 第五节瑜伽课 第七天 我现在刚化完妆 嗯 等一下我就跟我朋友准备去咖啡厅工作一下 大家常常是广想的 你家进城 昨天跟 我昨天跟星期天都没有去 因为我来大妮妈了 然后我应该今天会试着去 但是今天我还是在妮妈很多的那一天 所以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去 但是过了今天我应该明天会一定会去了 30-day challenge的第九天 然后今天是星期三 那我今天又重新pick up 开始过来上课 嗯 怎么说呢 我并没有觉得说中间阁没有做很懊恼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 就是如果你身体真的不舒服的话 不要去强求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 所以yeah 我现在等下就要上去做啊 我现在出门去上课啦 好早 现在大概八点了 半 还是 不得现在八点 不得现在九点 今天是30-day challenge 30-day challenge的第十四天 嗯也是我来上课的第十天 嗯 我星期六的时候 早上上课发现我的车没电了 我今天下午才去把它电池换了 所以here I am 我今天觉得没有很有energy 可能因为我刚吃完饭 我大概一个小时以前才刚吃完饭 但是yeah 我已经来了 that's all it matters hello 今天是瑜伽打卡的第十六天了 其实昨天我有来但是昨天因为呃情况比较特殊 我是直接从外面没有回家 就直接去上了瑜伽 所以我昨天没有录这个东西 因为有点赶 然后我现在已经到停车场了 又熟悉的环境 然后我马上等一下就上去了 感觉还不错 今天蛮有动力跟活力的 check in一下 今天是第17天 我平常不怎么做8点钟的课 但是今天因为有朋友来家里玩 所以我就只有上8点的课 但是好玩的是 昨天上的是core 今天上的又是core 其实我今天屁股就已经蛮疼的了 所以估计今天这节课 我的屁股会痛死 上完这节课之后 but yeah 今天就这样 Hey Google Play my chill list from Spotify Alright Playing the Spotify playlist called chill A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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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should I ever stop, ever stop Why should I give you up, give you up And when do I see myself, see myself Every day, repeat itself They say I'm out of my head Cause I keep telling myself One day you'll find me And one day I'll find you And we'll get off to what they call a good start And then I'll wake up Every single day just stays the same Wake up, feel that emptiness efface Wash away the pain and put some makeup on my face Every single day just stays the same I don't really care and it's a shame I know I had it coming and I don't care to explain Why should I ever stop, ever stop Why should I give you up, give you up And when do I see myself, see myself Every day, repeat itself They say I'm out of my head Cause I keep telling myself One day you'll find me And one day I'll find you And we'll get off to what they call a good start And then I'll wake up One day you'll find me And one day I'll find you And we'll get off to what they call a good start And then I'll wake up And we'll be back And we'll get off to what they call a good start And we'll be back And we'll wake up And we'll be back And we're back And we'll be back And we'll be back 早上好 好,现在是7点50 我要去做一家 上8点15的课 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ok 所以,对,就准备去上一节课 然后昨天的30天其实我没有去 因为前两天都做的是那个Core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做Core还挺,怎么说呢,就是挺累的 现在已经是第19天了 其实这一月做的真的很快 我个人觉得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好像有压力什么的 但是慢慢的实在是觉得很简单了很多 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看了这么多 然后每天尽量都吃 因为我希望我这边有太大的愧疚感吧 然后就是这样,我现在就准备走了去啊 今天是瑜伽打卡的第21天了 第22天 第23天 第24天 全部都放在这里 自己给大家看 好 走 现在 上来 到来 走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